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位于新疆天山北路的安吉海镇 是我国著名的辣椒之江 每到丰收的季节 安吉海镇的千亩晒场 会变成一片火的海洋 在这里 辣椒们要足足享受三天的日光浴 晒走多余的水分 然后被消往全国各地 不论是老百姓的餐桌上 还是各种地方特色菜品中 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每当这个时节 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 会聚集在这里 亲自上阵抢购辣椒 那么 为什么这里的辣椒这么抢手呢 我们来问一问 您好 您是那个来收辣椒的是吧 对对对 我听刚刚那个师傅说 您是哪人呢 有福南野人 那么远就过来跑新疆来收辣椒 这里是个新产区 辣椒有个特点 因为你长期重点化 不适合这个土质 因为那个产品就退化了 这个新产区等于是 这个土质 它就适合用这个辣椒 它就东西比较长一点 品质也好一点 拿今年来说 您这一批要收多少辣椒回去 大概跑三个车 一个车 大概二十吨 一个车 那一共就得差不多六七十吨 六七十吨的样子 你一次收这么大批两个辣椒 那他们这个能供应得及吗 一般的它切人 它一次性切一百到两百元 它能够应得下 那如果供应不及 就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当我们晒辣椒嘛 就是说 发货嘛 发出嘛 不一致嘛 干的干实的死 正如这位收购商所说 为了能够在短时间内 将辣椒收获完毕 种植户会请大批量的劳动力 那么 一个人采摘辣椒的效率 到底有多高呢 我们记者来到一片辣椒地里 大姐 准备体验一下 你好 您就是在摘辣椒呢 今年咱们这边辣椒收成怎么样啊 也可以吧 也可以啊 您这一袋子 这是摘了多长时间呢 这一袋子 最多的四十分钟左右 四十分钟啊 摘这个辛苦吗 我也是不能费劲 费劲啊 我看您是一直这样重复这个动作 你这样一下就捋一把啊 那我能来试试戴辣椒 你要给我手套啊 行行行 好 我来帮您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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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这也咋这么费 手分开 是这么分开 可是分开它就露下去了耶 舒服开就比一件劲儿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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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您要熟练的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技巧在里面 这个辣子还是挺呛人的 这一堆带子也够沉的 哎呦 没到辣椒收获的时候 像您这样摘辣椒得摘多少天啊 一个 一个 早上一般几点开始做 这个 我们都不准备去吃 从家里吃 那像你们这样摘一天 中午还回去吗 那我不可以 不回去 那午饭怎么解决呢 摸摸炸菜 就吃馒头跟炸菜 就在地里解决了 那您这工作真是太辛苦了 在大姐的指导下 我们记者坚持踩了半个小时 她能踩出多少成果呢 大姐 看我刚刚踩的成果 这 你看我踩的合格吗 嗯 合格可以 还可以啊 不过我踩了好多叶子进去 没事啊 行 那你帮我掂量掂量 这得有多少 鸡 这四五公斤 四五公斤 我这速度是不是太慢了 那就可以吧 不过我刚刚浑身是汗 我累的 太辛苦了 这货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 我爱发明 今天演播是请来的嘉宾呢 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张文曾老师 欢迎张老师参与这期节目 刚才我们通过一段这个节目呢 已经了解到了 辣椒的采摘过程是很辛苦的 特别是像新疆这种大面积种植辣椒的区域 采用人工采摘 现在应该说已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 比如说这个人工劳力不足 很难再找到之前那么多的劳动力了 成本高 效率低 您怎么看 还不仅是这样 因为它大面积的种植 要是来不及采 及时的采摘的话 那么再晚一些时候采摘 这时候碰上这后面的落霜 那么这个辣椒的品质就会大打折扣 那么农民的损失呢 就会更大 没错 那今天我们这个发明项目呢 还真是帮助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 解决了这个辣椒采摘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明项目 发明人王斌 发明项目 采摘是辣椒收获机 王斌 土生土长的安吉海镇人 凭借着三年的前工经验 一直经营着自己的机械维修店 平时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农业机器 近些年 随着镇上辣椒种植规模不断扩大 王斌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镇上没有一台合适的辣椒收获机 去实现机械化采摘 于是他便决心 打造一台能让农户接受的辣椒采摘机出来 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和尝试 他的采摘式辣椒收获机成型了 这天我们在辣椒田里找到了王斌 哇 师哥 这是你的辣椒收获机 先给我们介绍你的机器行不行 好 就靠这个弹齿 弹齿把辣椒从它的辣椒树上 这样子把它捋下来 这个叫弹齿 对 弹齿 专门用采摘辣椒的一种专用齿 那你这个机器做出来效果行不行 先试试看吧 先试试看 那这片辣椒地是谁的呀 这是那个卡姆江的 他种的地 来来来来 大师傅 你好 你对它这个机器现在有信心吗 你觉得它能收得好吗 有有 有信心啊 那我们师傅以待啊 好 那好 王师傅您准备吧 好 刚刚打造出来的机器 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吗 如果能达到较高的采进率 这对辣椒种植户来说 可是浮阴了 从速度上看 王斌的采摘机 确实表现不俗 只见两排辣椒 迅速被这台小巨兽吞没 那么 它的采摘质量 是不是也能过关呢 王斌发明的采摘式辣椒收获机 主要由动力底盘 采摘机构 传送机构 和集料箱 四部分组成 采摘机构有32排采摘尺 能够模拟人手 采摘辣椒的动作进行采摘作业 采摘尺将辣椒从植株上摞下来 随着采摘尺的转动 被输送到后面的传送带上 由传送带运送到采摘机尾部的集料箱中 这样就完成了辣椒的采摘收集作业 短短几分钟过去 机器已经走了近200米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收获效果怎么样 这不干净 这个太浪费了吧 这个啊 王师傅 你刚走这一圈采了一下 我怎么样 您自己先在自己的机器做个评价 这个 我看到 这个好像没采下来 你看这个 是吧 我也看到有挺多啊 那边还有就是 好多像这样就是还挂了上面 王师傅这些机器 现在这种采进率 您能接受吗 再改进一下吧 对于这片六亩规模的辣椒地 这样的采进率简然浪费太多 那么问题是出在王兵所说的转速问题上吗 他把采摘机开回了他的修理铺 准备试着调试一下 第二天 调试好机器的王兵迫不及待的来到辣椒地里 想赶紧试试新的效果 喀师傅早就在这里等候他了 可偏偏在这一时发生了意外 这车说什么都不往地里走 王师傅 现在怎么了 现在这个 这个车还单到这儿了 有一个 有一个笼子 它 它使不上劲 陷进去了 啊 对 你之前有想过这种情况发生吗 呃 这太发生了 情况发生 这头发 太小了嘛 就转起来很麻烦 那现在 你准备怎么办 怎么解决 可以 推一推 有一个笼子 让大伙伴帮忙 啊 推一下 经过众人的努力 车轮依旧陷得牢牢的 这让王兵有点不知所措 难道今天就只能放弃了吗 王兵很不甘心 终于车子成功摆脱了泥坑 刚刚这个地看来是给您下马飞啊 地有点湿 湿啊 是因为前两天下雨了 啊 对 那你这个机器 你现在是桥吃好了是吗 啊 我把那个主动轮和被动轮换了一下 那我们就试一下 好 好 给您开动吧 调试好的机器会比上次踩的干净吗 看来 辣椒收货机 没有受到前面意外的影响 开足了马力 向前驶去 很快 地里剩下了一片光秃秃的辣椒接杆 我们一起听听喀师傅的评价吧 他会认可这样的效果吗 看看这次的效果 来喀师傅您的地 还是您的地 这次 您也检查检查 这次还可以说的 王师傅你自己满意吗 这个正常算是 算是把它都捋干净了 全部收到仓子里面了 就是 反正该踩都踩下来了 对 他师傅 这次王师傅踩的这个踩净率 我跟您要求吗 可以 还可以 方明的这个机器 放到地里踩摘的时候 第一次效果不是很好 他回去做了一次改进之后 第二次 他才做到这个踩净率这么高 那您觉得他这个改动 对他这个意义是什么 那么这边呢 就有一个模拟他的这个小车 我们这个车在行进的时候 车上只有一个动力 来自于他的发动机的动力 那么这个动力呢 有两个输出 第一个输出是带给了轮子 那么这个车轮呢 他车就会向前行进 这第二个动力呢 通过这个传动机构呢 传递到了采摘的传动带上 他之所以能够提高他的这个采摘 是因为他要让他的采摘的这个速度 要高于他车轮的速度 如果我们车轮走得过快 对对对 采摘来不及采 就好像我没采 但我往前走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采快一点 但是呢 我们走慢一点 那么如果我的这个大轮是一个主动轮 也就是说我拨动它 那么这个小轮是虫动轮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 当我大轮 我用比较快的速度去拨动大轮的时候 小轮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对 会更快 我们看到这个红色 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如果反过来 我如果是在小轮上拨动很快 但我们可以看到大轮上这个红色箭头 不那么快 是比较慢的 对 所以就是说从小轮为主动轮 从大轮为虫动轮 这种方式呢 应该说是一种减速运动 那么如果是这样呢 它就是一个增速 所以我们希望采摘的速度提高 那么我们就采用增速的方式呢 去传递给我们采摘 但如果我们希望行走的速度降低 我们可以用减速的方式去传递给行走 当然这两种方式可以同时使用 就可以让行走更慢 那么采摘更快 明白了 就是这样一个速插的装置 就适用于这种在地里边行走边采摘的 这样一种农机具 可能不仅仅是对于辣椒采摘 正确 对别的采摘也可以用这样一个原理 是的 所以它这个部件是很核心的一个部件 很核心的一个技巧 明白了 那这样我们这个发明人 现在这台辣椒采摘机呢 是经过改进之后的了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着他 我们来看看他会接受什么样的考验呢 听说我们要给他安排一场有难度的挑战 王斌早早的开着机器 来到我们指定的辣椒田 今天我带您来到这条这个这种跟葡萄地啊 它是套动的这种辣椒地形 对你这个旁边大户来说有难度吗 应该有点难度 这个在地头上来回 这个转气挺麻烦的 就是到里面看看怎么样 刚刚问到那个地的主人 他说那个柱子到这个柱子是三米五 这个鸡皮是两米多 两米多 那很接近啊两个距离 就是很接近 是啊 那你要是操作不好 有没有可能说给人家这个葡萄压坏了 嗯 葡萄压坏 哎呀不好说 不好说 在这样的地形里 跟那个人工队做一个呃 呃对战对抗 嗯 您有信心吗 嗯 有 有啊 就是有难度的地形也有信心 嗯 嗯 有呢 只要我进去 嗯 就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们给王冰准备的 是这片葡萄与辣椒的套种地 葡萄种植对通风要求很高 藤与藤之间会保留三米半左右的间距 同时为了不浪费 人们会套种辣椒等其他经济作物 我们选择了其中两排辣椒作为双方的任务 王冰发明的彩椒小巨人 在这里能施展开手脚吗 很快 我们找来的12位彩辣椒队员也全部到位了 今天我请来了12位彩辣椒的高手 对大姐 那个我看你打头阵啊 您摘辣椒摘了几年了 我摘了有三四年了吧 一袋子能够花多长时间 那是好的辣椒的话可以40分钟左右 40分钟啊 那今天这个辣椒地您觉得行吗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为什么呢 这个辣时间太干了 一个太干了 二个辣椒太稀了 哦 我们今天跟这个王师叔这个摘辣椒的机器要做一个比拼 大家有心意能赢他这个机器吗 有 有 有 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好 可以 好 王冰这边开着机器 势头相当迅猛 上来就给了人工队来了个下马威 虽然人工队员被机器的阵势着实吓了一跳 但凭借好几年的采交经验 他们很快重拾了干劲 不想就此落后于对手 尽管这片辣椒田长势稀疏 伴有杂草藤腕 不利于人工采摘 但是不难发现 人工队伍中打头阵的快手速度 相当惊人 哎 这位大哥 我看你这个袋子快满了呢 你真的好快啊 我这不快不快 你看 好快啊 你看您一笔就是一把 但是我发现您没有戴一个手套啊什么的 没有呀 那您这样踩的时候手不成吗 该惯了 哦 习惯了 习惯了 咱们这十二个人工队跟机器比金的能比吗 差不多 差不多 哈哈哈 那你还挺有信心的 哦 信心 行 那信心加油 我不耽误你了 而机器这边没有丝毫性态 以机器现在的速度优势 取得胜利显然是囊中取物 人工队难道就这样输了吗 可就在这时机器怎么开始倒着走了呢 直接盲兵倒回了地头 难道它的机器出了问题 它造型新奇功能强大 千万辣椒捡起来不再画价 它设计精妙高效无比 拔拔大蒜 瞬间被悬包干净 敬请收看外发明 瞧解药 直接盲兵倒回了地头 难道它的机器出了问题 原来是集料箱满了 由于地形限制不能半途卸料 王冰只能把机器倒回地头卸掉辣椒 倒车不必前进 狭窄的葡萄架让机器显得很局促 一不小心 刚才还差点压到了葡萄藤 这一来一回的功夫 人工队趁机追赶了不少 机器一身轻松 又回到赛场 再次扭转局势 不费吹灰之力 尽管有些吃力了 但人工队员的气势仍然饱满 大叔 我看您这脸上的汗 都满了 没事 没事 你辛苦 不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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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过几次 人工队员 你失败了 大姐 您现在就说机器失败了 你这袋子 全都满了 可是人家机器现在还在前面跑 你就是人家 我没有马上倒头了 马上倒头了 带过他们 好好好 你加油 和王冰这边 显然不想留给对手 胜利的期望 他开足马力 眼看 就要到达终点了 高人 王师婆 这么停了呢 搞到新东西卡住了 这杆子卡住嘛 就是这个台巴的杆子 你眼看就要赢了 找到了 是哪卡住了 住该了吗 你看 住该了吧 拉了以后不能工作了吗 滑倒弄坏了 等于这个已经变形了 对变形了 那现在这个能维修吗 可以吧 不过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行那你现在是回去取工具呢 还是怎么样 回去拿工具吧 拿工具 行那你快点吧 好 快点同志们 他吃坏了 咱们加油赢过他 二十分钟就去剪完 这样白送的好机会 人工队可不想放过 趁着机器掉链子的功夫 他们展开了迅猛的追赶 他们给机器下了最后通牒 二十分钟之内 王兵能修好机器吗 人工队距离终点的旗帜越来越近了 这时王兵也赶了回来 王师傅 你终于找回来了 那你赶紧吧 人家人工队可都马上快结束了 没事 你卖马上sol Cl tense 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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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师傅 您这快球好了吗 人家可以满下到头了 你这比赛可演 演唱就要输了 快好了 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觉得应该可以赢他们 还能赢呢 赶紧 这可是最关键的时候了 人家都要冲刺了 十个人 十个人还不是你对手 好了 好了 就慢点赶紧 好好好 王冰还能追赶回来吗 我们这个比赛结束了 我看了 我看能不能还剩了一点点 最后还是 太不好摘了 草太多 草太多啊 还是 草太大了 反正机器比我没有 肚子 机器厉害一点 可是机器好像也没太 就是赢我们多少 这速度上 来 这位大姐 您踩的这个质量 您觉得能比过它吗 比过几色 对 比它好一点 比它好啊 大姐您呢 您觉得呢 肯定好一点吧 肯定好啊 那我们来实际对比对比怎么样 好 王师傅 您的辣椒呢 辣椒在汤子里面 好 您给我们看看 抓一把 抓一把就行了 抓一把 这您摘的这些 啊 来 我们来比一比 比比这人工的 你看 比它干净一点 干净 人工的干净一点 比它干净一点 就是 王师傅 这个有这个 是 你看这个都 整个都下来了 我们这个也有 但是少一点 比它干净一点 少一点啊 就是 王师傅 那您对您今天 这个机器的表现 很满意吗 嗯 不是 不是 很满意 为什么 今天那个 机子中间环节 出现了一些故障 就是我那个 隔台那个 它那个 磨损地方 把那个 那个 横杠 把那个弄歪了 弄歪 中间环节 你看停下了 嗯 停下了 让他们现在 领先了好多 好多 其实您的对手 还是很强大的 就是 他们这12个高手 一会儿蹭蹭蹭 就过来了 对 再说 也受这个地形的影响 你看 嗯 卸料也不方便 嗯 擦子满了 还要倒出去 这个往返 挺麻烦的 啊 虽然在这场较量中 获胜了 但是王斌 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意外 意外不是借口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意外 王斌 很快发现了问题 本来插膜坏了嘛 王师傅 哎 现在是 你发现什么问题了呀 它这个钢管 嗯 在这上面 在滑呢 每 它这个 转一圈 它在上面 要滑 哦 滑动呢 它是一个 耐磨的一个材料 哦 就耐磨的材料 都磨成这样子的 这个 等于这个部位 就是您 刚刚那个 比赛的时候 是坏的 那个部位 哎 对 就是那个 你看 这个 这个都改了嘛 你看 嗯 这个运行很严重 它等于是 转到下面以后 它这个 翘起来 这个位置 刚好是顶在那个 踩到那个 它的回路上了 哦 这得想个别的办法 就光 光更换 这个东西 这个太费劲了 王斌 从未想过 能你一次 就能成功 这次在验证中 发现缺陷 是很大的收获 他把自己 关在工作坚里 钻研起来 既然更换防花条 不是根本之计 那么他试想 能不能将 滑动摩擦 变为滚动摩擦呢 他大胆尝试起来 很快 王斌的第二代 辣椒采摘机 两项了 相比一代 二代机的采摘横轴 采用了滚动摩擦原理 而且将原来的 32根采摘尺 减少到了24根 在满足采净率的前提下 尽量降低维修风险 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找到一片辣椒地 一起试试 新机器的采摘效果 马师傅 你好 听说您的家的辣椒还没收 我们特地来找您来的 我看好多人家都收完了 你家怎么没收呢 现在人工不好肿嘛 现在还没有牌照 让这个王师傅给您 在你们家地试试呗 行 那等会我们也看看他的效果 王师傅 那马师傅家的地啊 它特别大 我是想说 让您这个机器 一下就先走一路 走到头 一趟跑过去 你这个机器能花多长时间 15分钟 15分钟 马师傅家的辣椒田 面积将近100亩 两排辣椒就将近一亩半 如果王兵真能在15分钟之内 将它们收完 效率很是可观 还用滚动摩擦原理的采摘横轴 大大减少了机器负荷 采摘机构的效率 明显提高了很多 只见火红的辣椒 被疯狂地吞进采摘池 一个个全都蹦到了极了箱中 不一会儿功夫 就能看到地头了 比您预想的还快了四分钟 但是我们看速度还不行 还得检查检查 您收得干不干净 好吧 我们一起看一下 他您自己很满意 非常好 等会儿你看料箱里面 你就知道了 马师傅 他采的质量过不过关吗 质子上剩的 还可以 还可以 就看看你料箱里的辣椒 好吗 极料箱通过液压控制 轻松地将满满一箱辣椒 切了下来 我们一起看看这个 干不干净 我觉得可以 可以啊 你看这个破松率也没有的 是 是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冰的二代机单独验证非常成功 那么按照惯例 我们将要为他安排一场更高难度的挑战 在这片200亩的辣椒地里 如果让王冰单枪匹马 挑战超过100人的采摘队伍 将会是一场怎样的较量呢 第二天清晨 当我们来到地里时 人工队员早已经开始了一天的采摘工作 大爷您好 您刚刚踩了多久了 十几分钟了 十几分钟您就踩了一袋子了 像我们这个100多个人 跟您踩的速度差不多吗 而且还有亏据吧 还有比您快的 就是里面高手如云是吧 大爷您好 我看您踩的速度也不压于刚刚那位大姐 您的踩在速度里面 在我们这个队伍里面算是快的吗 还不是 还不是 那要是比您还快的能快多少 该都需要多个四五袋子吧 做一天的话能做十五袋子 那像您这个速度一天能做多少袋子 十袋子 十袋子 我会跟那个小鸡子做一下对比 我们一个小时之内 您猜测一下 我们谁能赢 那人吧应该是 应该是人 为什么呢 人多吗 人多 王明刚刚我们这个人工队 可是说 你看100多人肯定能赢那机器 你呢 我能赢 你能赢 你这个机器中间会不会出现意外啊 应该不会 这两天都检查了 都检查了 行 听我的口令 预备 哨音落下 60分钟的倒计时开始了 为了配合人工队 同时也方便对比效率 我们采用固定时间内 测量双方采摘面积的方法 从而对比出效率的高低 在新疆这片广阔的土地上 上百亩的辣椒田随处可见 所以对于机器采摘效率的要求非常高 如果在这场比赛中 王兵能够敌过100人 那么说明采摘机的效率就足够应募于大面积辣椒采摘 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 王兵的机器表现稳定 一刻不停地向前跑 所过之处 只留下一排排光秃秃的辣椒树枝 密集的采摘池 相当于几百双快手在同时工作 辣椒西树被送进鸡料舱中 平均单方向走一趟 机器就收获了满满一箱辣椒 每箱辣椒重达1500千克 还有一刻钟 人工队伍已经渐渐显露了疲态 而王兵这边还干得起劲 又走完了一个来回 正当他掉头准备走时 好像察觉了什么 突然下了车 这个机器中间会不会出现意外 应该不会 这两天都检查了 都检查了 行 虽然王兵赛前信誓旦旦保证过 但依然摆命一输 螺丝松了 看上去是小事 但是车轮所承受的机身重量非常大 在松动的情况下 长时间行走 会造成脱汗 严重的直接导致轮胎报废 秀离好后 王兵坐起来最后冲刺 时间很快 就要到了 时间到 您这次估计大概收了多少 你先目测一下 十亩地吧 十亩地呢 那等一下我们一起来量一量好不好 到底谁踩的面积大呢 我们先来量一量人工队 由于人工进度参差不齐 我们准备量取最长和最短的距离 并算出平均值 接下来是辆机器队的 结果会大于5227平方米吗 最终 机器队以5240平方米获得胜利 赢下了100人 王兵是不是就没有对手了呢 就在我们回去的路上 碰上了一台大家伙迎面而来 原来银镇上的人 听说王兵发明出一台辣椒采摘机 将用自己刚买来的机器 与它一较高下 这台半路杀出的绿色巨兽 是几个种植大户 合资近70万元买来的 自重约8吨 不同于王兵的机器 它的采摘机构采用滚筒型设计 长约4米 透出十足的霸气 对手不请自来 这让王兵很是兴奋 他把机器开回了地理 准备迎接挑战 在这台庞然大物面前 王兵的辣椒采摘机 则显得势单力薄 不过 他的人气可一点都不差 一登场 便吸引了许多农户围观 谢谢大哥 你之前有见过这种采辣椒的机器吗 我只见过那种大机子 大的采摘机 但是这种真没见过 作为辣辣队的话 你会支持哪 对 我肯定是哪个采的干净 哪个效果好 我支持哪个 那是没采之前呢 没采之前 我对它不看好 不看好 你觉得它这个小的不行是吗 对 面对这样八吨大机器 你的这个小机器 你今天有信心吗 我的速度可能没它得快 还没比 这就已经 质量可能比它要好一点 你是说赢在质量上 对 那为什么说速度比不上它 它的隔台比我宽 它一次吃了我的两行 就是你的两倍 两倍 这样 那你这个预判就是说 速度可能比不上 但是质量会比它好 那我们等会真正比试比试看看 好 说不定你速度也不见得比它弱 等会加油吧 好 能不能尽全力 可以 可以啊 好 这位师傅 你好 今天您是这个大机器的司机 您开这个大机器 这个大型的辣椒收货机 有多少年了 我今天头一年开 头一年开 那算是新手 不是 我今天这个也没收货机 就是农机去 您之前也开过好几年了 三四年了 三四年 那经验也还算丰富了 可以 可以啊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您觉得你机器剩下有多少 剩下有百分百万 哦 百分之百 这么有信心 我效益高 对 我的速度 我的个头 我的个体 都比它快 哦 都比它大 比如说 速度也比它快 好 一定要效益 您要尽全力吗 肯定是 是吧 好好好 好 给他们加油 好吧 好 两台钢铁巨兽的对决 开始案 这个对手果然是狠角色 率先冲在前面 王斌咬紧牙关 紧紧跟着他 不一会儿 看超的机会来了 大机器开始泄辣椒 王斌果然不复众望 抄了过去 而没过多久 王斌的机要舱也满了 他不得不停下机器 泄辣椒 大机器再次夺回了 领先地位 就这样 你追我赶 两人一直 不分上下 再一次 趁着大机器泄料 王斌率先掉头 当大机器掉头追赶时 王斌已经遥遥领先了 但此时他心里很清楚 大机器的采摘台 是他的两倍长 所以这只是距离上的 暂时领先 在采摘量上 其实还是落后于对手的 因此 他一点都不敢怠慢 开足马力 向前冲 半个小时过去了 王斌仍然处于领先地位 但料香 很快就又满了 两个对手之间 好像形成了默契 最后一次泄料 几乎是同时 就在王斌准备掉头出发的时候 大机器迎面 到达了终点 咱们这边大机器结束了 哦 结束 您刚刚有没有估算一下 自己就是多长时间 把这一些地理收完 嗯 可能可能 一小时过一点吧 一小时过一点 您对自己收的成果满意吗 可以啊 可以 好 好 那个王师傅 咱们这还收了多少 还有两行 还有两行 好吧 您的速度是为比较大机器 是 这个辣子 可以比较一下 就我们比较一下 你的意思是比较一下 我们采的效果 效果和质量 哦 行 白霞镇来的王斌不甘心 那么在质量上 他能扳回一局吗 这一切放另多肉啊 这一收的辣子 嗯 我们两个一段先生说 拿自己的成果来对比一下 让我们的那个 让我们的拉拉队来评判一下 觉得哪队说的好 现在这样子看 肯定小鸡手干净一点 哦 好好 那位师傅呢 小的干净 王师傅的这个采净率和这个采的效果 能再略胜一筹 是吧 嗯 王斌发明的采摘式辣椒收货机 采用了往复式采摘池 模拟手工方式采摘辣椒 经过两代的改进 效率大大提高 一小时能采十亩辣椒田 相当于一百人的效率 每一亩采摘成本 是人工成本的六分之一 采摘效果得到了农户的认可 在大面积辣椒田中 发挥了极大作用 就是作为这一个草根的发明家来说呢 针对他自己的整个收获过程当中 存在的问题 包括他们现在的劳动力短切等等 那么这款机子来说 在当地从现在使用的情况来看 从收获的质量 包括他最后收获以后 我们看到的作业的质量情况 包括整个机器前进的速度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么当然这个机子呢 也有它缺陷 它主要是针对我们 在它当地的一些品种 当地的一些载配模式 那么当地的一些 气候环境条件下 最后那么和这个机器 正好有个好的吻合 那么如果要是说 进一步的发展的话 那么有很多地方 如果改进的更好 它这款机子会有一个 好的发展空间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爱发明的节目内容 欢迎有点子和创意的朋友 跟我们联系 登陆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新浪微博 今天也再一次感谢 清华大学的张文曾老师 聊到演播室 参与我们这期节目 谢谢朋友们的收看 欢迎继续关注 我们科教频道的 其他节目内容 他造型新奇 功能强大 千万辣椒捡起来 不再画价 他设计精妙 高效无比 瓣瓣大蒜 瞬间被悬包干净 他造型新奇 功能强大 千万辣椒捡起来 不再画价 他设计精妙 高效无比 瓣瓣大蒜 瞬间被悬包干净 是什么样的设计 让他们代替了人工 精妙的机械结构 又有什么秘密可言 他们又如何续解 发明人的精彩传奇 敬请收看 外发明 瞧解妙包